第六届台中购物节即将开跑 为了延续往年的热潮 金发局提前举办了创意提案征选活动 今年活动总奖金是高达66万元 而其中更针对了国际参赛者 还加码了6万元奖金 更要邀请各路购物专家斜杠创作者 还有国际人士一同来唤醒大家心中的购物魂 请揭晓 活动内容揭晓就是爱购物活动正式展开 万众瞩目的台中购物节即将在10月份登场 为了延续往年热潮 金发局提前举办创意提案征选活动 光邀各界的参赛者透过不同创意的方式 一同来唤醒大家心中的购物魂 因为购物节已经办了6年 那那个爱购物的活动今年是第三届 那我有幸呢不管是郭考节啦 还是购物这个爱购物 几乎我都大概参加评审从头到尾 每次都是非常的困扰 因为曾剑是老实说非常的多 而且刚才从陈如小桃讲的 有诗词的有歌舞的有舞台剧的 然后呢还有唱歌的单狼还有rap 各个曲风都不一样 金发局表示去年征建活动不到20天就收到272件投稿作品 反映相当热烈 今年延续前届的评分项目级投稿形式 包含可以透过短影音影像诗词或舞蹈等形式展现 总奖金高达66万元 其中针对国际参赛者就加码6万元的奖金 这个活动已经是大概是全民参与的 就是全台的民众参与 当然我在记得还有一期应该是去年 也有外国的小朋友来参加 那我们就想说 既然外国朋友也想 但他跟我们本地的来比 似乎好像有所不妥 所以我们今年呢特别把他们分开来 就是有国内组的还有就是国外的朋友 征建活动从几日起到25号采取网络报名 部分年龄身份别 也可以多人组队参与 欢迎各界的创意鬼才踊跃参与 展现属于自己的购物节 既然综缓台中采访不到